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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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丝严 放心吗 真放心 你就放心吧 回去告诉孩子吧 我们肯定尽全力把孩子照顾好 跟妈妈抱抱 你会想妈妈吗 会哭吗 不会是吧 你说的 我把她先送进去 拜拜 去妈那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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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你行李放这儿了 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感冒零 你还嫌好看你 也不哭 挺捨不得的 之前 之前在家里挺闲态的 然后现在真的 离开了还是 挺捨不得 从来没离开过 再这么久 期待她的表现吗 很期待 跟家长沟通的时候 我想主要想问一下 就是孩子们的注意事项 但是你聊着聊着 你发现家长们 确实那个情感比较浓烈 哎呀 妹妹来了 来一起 王总莲 来 本身你也是父亲 是是是 我联工姓就是一个父亲写给一个父亲的 嘿 那你给 妹妹谢谢 辛苦了辛苦了 那您给千玺是什么 一个父亲写给一个未来父亲的 是 特别我儿子的哥们写给他 未来哥们的东西 嘿 好的 您抱一下亲亲妈妈 其实当时看到家长哭泣了 还哭了那怎么 我能理解你知道吗 我能理解父母那份那份心 特别是妈妈那份心 但是这个时候 家长放手 其实对孩子成长来说 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验 对他的成长以后来看 会很有好处的 好 蹲下 蹲下 准备 快过来 过来 回来了 她现在就有点咳咄的厉害感冒 然后我给她那包里面 放那个三年小孩感冒药 然后你行过你体检了 然后你行过你体检了 批准我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记一下 那你就是有什么难受 赶紧跟我说 好不好 白天也行 晚上也行 没事 辛苦您了 魏老师 我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了 这一个个来 感觉到了 你要听魏老师的话 你知道吗 有什么人说 有什么人说 没事 没事 我知道生病难受 坚强一点 好不好 我来临着我 别跟小朋友打道了 拜拜 拜拜 放心了 我的天 就真是完全很欢唐 就是每个孩子跟大多数孩子 跟妈妈分别的时候呢 还很听话 你知道吗 确实一看家里头老教育 就很听话 门一关的时候里面 哇 一开始闹 确实是这种 我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 然后就是翻得特别快 哇 哇 不 不 进去 然后再加下一个人 就耳朵边一直在 就是那些孩子 急喳喳的声音 主要我害怕的点 是晚上 怎么管男孩 搞什么罗嗦剧 或者来回躲罗帽 来回跑 来回来回唱 我就 偷偷 来 这么招 怎么无视我 我在这儿 你害你俩 过去铁官 回来回来 去 求人 你看看这孩子 一会你给我全力 让我可以训他 今天播出我要特别凶 你别生我气 我没有 你过来你把脸露出来 给个镜头来 好冷啊 好冷啊 冷啊 冷戴上 听话不晚上 妈妈是吗 对 在你妈面前保证 听我话不 真正假听 行李 好好好 好好好 没想法了 你好 很高冷的你 最让我记忆忧心的就是 父母把孩子托付给我们的一种心情 然后那时候也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责任 确实是重的